詞曲 李宗盛 針賢第31章第17節 他以能力促腰使磅庇有力 所以《甘心情愿》就是瓦哥书所形容的这个神父 他《甘心情愿》做到好像《炎虎篇》那样 所以在《炎虎篇》的第31章第16节 我们已经讲到就是 他《甘心情愿》做到这么主动 就成为他的武器 所以原来主的所谓是等一个 是《甘心情愿》用一生去爱神的人 这个就是神去比喻为真爱 你知不知道 记住《炎虎篇》、《甘心情愿》 或者《甘心情愿》 不是想在天堂之后做的 是现在在这个世上做的 不是说我们将天堂再推后 等到到时没有其他事情做 那我们就在天堂爱神 被迫 没有得选择 没有罪犯到 到时我们就自然爱神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是的 我们将《甘心情愿》 看为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拿着数的一个经历 但相反 《甘心情愿》是用来形容 尤其是《甘心情愿》更加清楚 讲到 原来《甘心情愿》是一个 对主耶稣基督真爱的一个见证 高阳的婚宴就是互相珍爱的一个见证 你会看到在启述不断强调这个《甘心情愿》 不断强调这帮信主人 好像神的圣殿 好像这个《甘心愿》 他装饰请齐 他预备自己 但这个预备在《甘心情愿》 在《甘心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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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心愿》 都已经说了 这个预备是预备主在来的 你没得咬的了 在《甘心愿》 你没得咬的 不是 不是预备这个良人来 不是 完全当他没有道 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用一生付出最少代价 不是的 这里一直都说 原来每个世代 只有一个很少的余数 是主耶稣基督看他们是辛苦的 因为他们用了一生 是预备主在 明明他离世之前 主也没回来 就好像保罗 在他的时代当中之前的人 就是一直在基督里离世的人 他只是睡着 他只是等候主 他们都一同 翌日和我们一起 是被提的 但保罗 跟着他们自己的世代 那些人又怎样 你们就是一样 大家预备主在来 那些不是保罗 自己孤陋寡闻 或者不懂得圣经里面 所说的心意 是现代的牧师 不懂的 如果当这样理解的时候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由加太书 我已经开始不断分享 告诉你 我们不可以去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可以浪贩我们一生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一生去维生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定婚开始之后 就是我们信主 就是这个定婚开始 理解着耶稣教会 就好像爱他太太一样 当我们理解了这件事之后 然后我们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听 就是我们爱世界 就是这样 你能够想象这些人去离世的时候 他应该会很惊讶 在这个心患代诀 他在这个婚宴里面 都很惊讶 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找一个非用 主耶稣基督的故事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可以说 童话的形容 我们真的绝对可以用 黑丐王子这个对比 但问题总是黑丐王子去找他太太 就是说 换句话说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会做得这么特别 因为到现在来说 基督教都还未是很完整 和可以说很完备 或者很完善的去解释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马槽 而并且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 钉在十字架 简直他不单是黑丐王子 他简直是落难王子 因为你知不知道 你睡在BB床 主耶稣基督是马槽 你以为马槽是一些很浪漫的地方 不是 马槽就是马食野的地方 将食物倒进马槽 因为他们连买BB床都没有 他们只拿了马食野的盆 弄净 把BB床放在那里 你知不知道 是马食野的盆 吃完之后 他转身就是把东西放进去 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 是一个这样的盆 是主耶稣基督出世的BB床 你知不知道 然后主耶稣基督直是 直成是一个落难王子 很多人以为 甚至连花利菜人在钉死主耶稣之前 他一直都以为主耶稣基督是想着 明成利就 那三年半当中 他直成是想和他们争生意 他想成为一中之主 但是钉死在十字架 这种的惊讶 这种可以说 出人意表 连他的门徒都离弃主耶稣 连彼得也三次不认主 是不是 我们是否见证了这件事实 但是这件事实 直成到现在来说 都没有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除了主耶稣基督不断说 他教会就是他的辛苦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看 将这个对比一个童话 主耶稣起不是 去扮一个落难的王子 去尝试去找到他的真爱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王子 从头到尾是王子 每个人都会 巴结他 最贪慕虚荣的女人 都会懂得找他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由他开始来到这个地上 已经是给了一个误会 因为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其实主耶稣基督 是这么想告诉他 他是神的儿子 那为什么会出生 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 为什么 你既然要人相信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 让我们容易信 我们经常都这样想 现在搞到我们 那么辛苦 去形容给别人听 这个钉十字架 是救恩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到现在都有人在拗 很多人都不信 那些人都在拗 主耶稣怎么会是神的儿子 他只是普通人 他怎样怎样 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为什么会给了这么大的难题 会给了这么大的难题 这些专教家 就算那些人接受了基督教 天主教 都很难去形容到 解释到 为什么他要选这条路 是不是 既然你依魂信 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你不出生的时候 有金匙羹 带着他的口 出生在皇宫 然后你行神职 兼教你不用被钉死 原因就是主耶稣说 他不是来找旧约的人 他不是来找旧约的人 他不是来找旧约的博人 他现在找是什么 找一个辛苦 如果大家都知道 最聪明 最聪明 最美丽 像童话故事一样 这么美丽的爱情故事 就是一个王子 他扮成是落难王子 现在没有黑盖王子 因为主耶稣比黑盖王子 更惨 一个落难王子 但这个落难王子 却遇到一个真正 更懂得用真心爱他的人 因为实际上 如果被人觉得你是个土豪 我说明天连妓女都懂得巴结尼 你怎么会找到真爱 他为了你的钱也会嫁给你 简单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明星 离完婚又离婚 离完婚又离婚 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落难王子 他不会找到他的真爱 他不会找到一个 真的无条件爱他的人 你知不知道 既然你会看到 如果主耶稣要找到 无条件爱他的人 所以他就会变成落难王子 因为真的要用信你的 才能信到他是神的意志 对不对 但问题 我们所看的 这些美丽的童话故事 一个落难王子 很多时候跟他自己的真爱 拍拖的时候 可能只是吃一碗粥 大家没钱 针研第三十一章 第十七节 他以能力束腰 使傍庇有力 每日六合情愿 每日六合情愿分 光阴已静潮飞 回忆 神爱一位 时刻也共我联系 活着是否头目鬼 天真热 天真热 从不计 从不计 星月日至 梅亭不光飞 在你身道路 跟着道法 从不计 路途安危 尽气息是否 轻心愿制 尋找着光辉 愿我听力量 火般热烈 在弹上我情风一切 愿尽我心持守 心盼望奉情 除非不在 除非不在